台中市111年李守望相助隊 觀摩衛冕活動2號的時候 在警察局大樓廣場前舉行 全台中市224隊當中 有60隊的基優里守望相助隊代表 齊聚逝師師宣示守護家園的決心 而市長盧秀燕親自出席 感謝守望相助隊們 在疫情之下守護市民和社區的安全 市長好 60隊的基優里守望相助隊 300位隊員齊聚一堂 市長盧秀燕親自出席教育 同時慰問勉勵 要感謝守望相助隊的美會成員 疫情下無私奉獻 四組守望相助隊也帶來模擬情境劇 展現盡民合作 市長表示 市府團隊日以忌業守護 還得仰賴第一線的守望相助隊員 在治安交通和災情通報上的辛勞付出 會讓這群基層巡守兼兵安心投入 從保險裝備到巡邏的汽機車 甚至補助等等 市府每年編列預算更是六都第一 每個月四萬五千元相關的一些費用的補助 以及一年三萬塊的設備費 一年總經費一個隊 可以拿54萬 這54萬是六都第一 全台中市共有224隊 一萬一千位的巡守隊員 有了他們的熱情 耐心與付出 讓整個台中變得更美更好 甚至對整個社區治安有很大幫助 配合市府積極推動社區治安營造 打造富士台中為城市的願景持續努力 接著讓覆蓮台中猜不到